她嘴就这么厉害 对啊 平常吵架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吵不过她 对 我吵不过她 因为我是起头起得比较坏 因为我俩性格 其实脾气都挺激的 人家起完头人家不知声了 对啊 我发现完了我就好了呀 然后她是越吵越厉害 然后就自己可能 一直在说 我不说我还憋着 我做的事也多 我还不让我唠叨唠叨 对啊 然后我就为了避免 我们两个可能会吵得 更加严重 所以我就尽量就不说了 你说什么 你说我 然后我就装听不见 这个你对她的这个 打扮什么满意吗 为啥不累跟她出去玩呢 为啥 你看着头发 我俩像亲兄弟 沙老师不脸 就不说远的不近的 刚才在后来化妆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领弟弟来的 高分鞋第一次穿吧 其实我也可以打扮成这样 但是我只是觉得 我平常穿那些衣服 或者是平底鞋啊 或者是就运动衫啊 我们就说舒服啊 就平常不工作的时候 就连装都不化 还说工作呢 是 真是不工作 天天给她躺 穿睡衣 没有 她不工作啊 不工作 大学毕业 给她找好一份工作 也不工作 那是之前 这是高的进不去 低的选政钱少 不累去 人家有学历 什么学历啊 人家是文化人 你是大学毕业生 我不是 男生你什么学历 我初中毕业 你呢 我大学本科 也没有太高的学历 你看你说话酸酸的 不带这样吧 她总挑 她总说我没文化 我说话操理不操 这事也是对的 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我现在做什么 我现在就是 反正不见之后 就是在酒吧工作 你在酒吧工作 那你呢 我一开始我毕业了之后 我确实没找工作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 就是 后来找我 因为已经毕业了 而且已经有男朋友了 在花家里的钱 好像不太好 花我的 我也不是花你的 我也跟你说 让你帮我找工作的吧 然后后来我都去 这不工作还好 一工作去酒吧 我俩不是你一点下班 因为我喜欢唱歌嘛 我喜欢这个 她先唱完了 那你说 跟朋友 我说着呢 你说吧 她先唱完了 跟朋友出去吃饭 又出去唱歌什么的 往我说去接他回家 他还不用我 说你出来干啥不方便 我说跟谁方便 我跟我朋友出去吃饭 都能带着他 就我俩出去 像他的朋友 我一个都不认识 这是为啥 我觉得他主要生气的 就是我 跟我的就是 闺蜜吧 出去玩 然后不把他们介绍给他 我心里的想法就是 可能他们的男朋友 就是要不就是公务员啊 或者是当兵的啊 或者是那种 或者是 就做生意的那种感觉 就是然后我 他领我出去没有面子 倒也不是 我是觉得 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 把你介绍给我的 就是特别好的朋友 而且我们在一起 他们也都不带男朋友出去 就是我们说一些 比较私访的话 有男的在场 好像就说不出来 哎呀 行吧 好 好